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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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我們真的要講奧德賽裡面的故事了 同學現在看到這一幅畫 其實你就會看到有一個好大的巨人 他是獨眼巨人 他在奧德賽這個故事裡面 他是海神之子 他叫做波利菲莫斯 他住在西西里島 有一次奧德賽的英雄奧德修斯 他要回家的途中 他打特洛伊的戰爭 打了很多年 他想要回家了 打完之後他要回家 可是不小心這個船 就到了獨眼巨人住的西西里島 他就被獨眼巨人給俘虜了 當然奧德修斯的一些同伴 就是被獨眼巨人吃掉了 當然奧德修斯 因為他被俘虜了 他說不定很快就會被獨眼巨人當食物 把他吃掉 所以奧德修斯就想要計劃一個逃走的計劃 那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告訴這個獨眼巨人 他說我的名字叫做沒有人 那巨人也不宜有他 所以每次都叫他沒有人 那沒有人要做什麼呢 他就計劃 他就用葡萄酒把這個巨人灌醉 然後趁這個巨人睡覺的時候 他就用樹枝去戳瞎了他唯一的那個眼睛 那獨眼巨人非常的痛苦 然後他就開始大聲的叫救命啊救命啊 然後當然他希望就是那個島上的巨人來幫他 然後他就會問啊 那你發生什麼事了 他說沒有人戳瞎了我的眼睛 大家想說沒有人啊 所以就沒有人理他了對不對 好了獨眼巨人就瞎了眼 那瞎了眼之後呢 這個奧德修斯呢 他就計劃要逃離 所以他們就躲在那個羊的肚子 就是羊肚子的下面 攤住羊 讓羊帶著他們出去 因為我剛才有講過 獨眼巨人他有養一養嘛 那因為他眼睛瞎了 所以他更需要去數羊 他就是用丟石頭的方式 一隻羊兩隻羊 所以他就沒有因為他看不到 所以就讓這個奧德修斯呢 跟著他剩下的同伴 就逃離了這個地方 然後他們搭上了這個船的時候 奧德修斯呢就很高興啊 就很高興的大聲的說 沒有人沒有人傷害你 傷害你的人是奧德修斯 所以這個時候啊 這個獨眼巨人知道了之後 非常非常的生氣喔 所以他就去跟海神 跟他的父親報告 所以就讓奧德修斯呢 在那個海上呢 又遇到了好多好多的風險 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也就是讓他又好幾年之後 才能真正回到他的家 這就是我們說的 沒有人的故事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但是也深含著哲學的道理喔 好 那在河馬時代或是古希臘的時期喔 老實說喔 靈都還沒有被出現喔 假如我們說靈真的有出現的話 大概就是在希臘的天文學裡面喔 那一直到亞歷三大時期喔 古羅馬的榮耀就是已經過去了 希臘呢才開始承認有靈的概念 那可能有同學會問 那為什麼希臘人沒有朝 把鈴當數字使用的發展喔 哇 這個真的要講得很遠 所以我會建議同學去看 從零開始的這本書喔 數學的故事呢 我們想要就是我們想要 藉由這個課來引導同學 介紹同學去看一些科普的書喔 特別是這種講數學演進的歷史的書 它應該不會太難 因為它沒有什麼解方程式啊 複雜的計算 它就像是一個說故事的一本書 同學可以試著翻翻看喔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喔 埃及和巴比倫這兩個古文明的國家喔 他們的數學喔 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經驗累積之上 比如說埃及 因為它是在尼羅河的那個區域喔 所以他們需要土地的丈量 因為尼羅河每年的它的定期的氾濫 帶來肥沃的土地 好 那所以你看喔 埃及我們說尼羅河的禮物就是 對它來說就是幾何學 geometry裡面的這個 gill 代表的就是土地 venture 就代表的是測量 好 那巴比倫呢 巴比倫是一個位於 就是這樣看的話應該是現在的伊拉克 那它是位於貿易的航線上 所以它的商業活動很頻繁 所以它有優越的算數和代數 那麼這兩個國家 你覺得誰會最先承認零呢 好 當然是巴比倫囉 巴比倫人呢 因為他們需要零 有零的話才有比較順暢的計算式子 好 所以呢 他們將這個算數廣泛的應用到實際的問題 比如說天文 水利 或是商業 那埃及人呢 它從未發展方便的運算數字的方法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沒有零 應該是說它不需要零 因為丈量這件事情 你要看到實體 你才有辦法丈量 所以零怎麼丈量 所以實際上我們應該說 它不需要 因為它不需要 那埃及人的算數其實還是蠻有趣的 那貝成的概念就是它的算數基礎 我們來看看 就是我們來舉一個例子吧 就是跟乘法有關的例子 好 比如說我今天看到12乘 我今天要算12乘12好了 那我們如果用現在的算法 就是我當然可以用計算機去按 但是就是說我們自己在小學的時候 在做乘法的概念 其實就是我們會把其中的12乘12的那個 第二個12號 我們會把它拆成10加2 然後用加法的分配率 對吧 12乘10再加上12乘2 所以就是144 可是埃及呢它通常會提供你一個乘法表 我們是用這個乘法表去猜 比如說第一個12號 我們如果從這個乘法表裡面去看 我們一看就說4加8嘛就是12嘛 所以換句話說呢我就是用4乘12 再加上8乘12 那這個乘法表已經告訴你了嘛 4乘12就是48 8乘12是96 所以就是48加96 一樣是144 它就是一個用這個表格 然後去對照 你怎麼樣去猜 所以換句話說呢 它的除法就也是一樣的做法 那我們看到譬如說 19除8好了 我要做這件事情 那你就去看 這表格裡面 19是不是可以猜成16加2加1 然後去除8 所以我們用除法對加法的這個分配率來看的話 這個除法表裡面有沒有 就是對應過去的時候就是2加4分之1加8分之1 然後我們就把它加起來 這就是埃及人的除法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埃及人的整數除法裡面 它很強調的就是單位分數 比如說4分之1、8分之1 單位分數就是它的分子的部分一定是1 4分之1、8分之1 我們也可以想像它就是4的倒數、8的倒數 像這樣子的計算方法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是古希臘的數學 希臘人他非常的欽佩埃及人的幾何學 那所以因為他欽佩希臘人的幾何學 所以他就會去學習嘛 所以希臘人在幾何學上呢 他的成果是很輝煌的 比如說我們說其實圖形和數字是相同的一件事情 那可是在希臘人他的想法裡面 就是數字其實就是在表現出圖形上的一些意涵 比如說長度啦、面積啦 我看到兩個數字相乘 我可以想像它就是長方形的面積長層寬 對不對 好 那所以你就會看到 就是再次的又出現就是說 因為它有一個形狀在 我才有辦法去計算它 所以0在幾何學上好像就沒有什麼用處 所以0就很難被納入數字的系統 因為你說長層寬 那一定要有長的度量 然後一定要有寬的度量 所以你0層上 比如說你有一個寬度是0 0層上任何東西都沒有 這對當時的古希臘人是很難想像的 好 那我們回到0這個東西 0這個數字 0很奇妙 因為我們說0拒絕變大 也拒絕變小 好 那它也拒絕讓其他的數字變大變小 所以我這邊有寫 比如說0加0還是0對不對 那你7加0或是減0 7有沒有變化 沒有它還是7 好所以這邊看到的一些算式 感覺上很無趣對不對 因為什麼都沒有發生 就是說我看到這些預算式子 可是最後發現我好像都在做白工 因為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好 那有一件事情 我們還要特別的說明 就是我們在做處法運算的時候 0是不能被當作分母的 0是不能被當作除氏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大概的解釋一下 等一下我們會有一個比較好的證明 就是說你想想看 比如說我說2乘7它是14對不對 那換句話說我如果2乘7再除7呢 它是不是就還原 它就變成2了 對它有這樣子的一個特性 假如說我們把這個公式 把7全部換成0 比如說2乘0它就等於0對不對 那2乘0再除0 因為剛才我們知道嘛 就是2乘7除7它會等於2 所以如果我們按照這個乘除的這個算式的規則來看的話 它理論上應該是等於2 可是我們知道2乘0之後它就變成0了 所以呢它會變成0除於0 好我不一定要用2 我可以用3乘0 我可以用4乘0 重複剛才我說的這個方法 那麼我們就會看到一件很弔詭的事情 就是說2乘0除以0 3乘0除以0 4乘0除以0 它很有可能 在我們看來這個算式裡面 它很有可能就是同時是2或是0 或是同時是3或是0 或是同時是4或是0 數學的加減乘除 它應該只有一個答案 它不應該是兩個答案的 這是造成一個 我們沒有辦法去解釋 有一個合理解釋的一個式子